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将于3月4号开幕 虽然时间还有不到5天了 那目前开幕式的相关工作正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冬残奥会开幕式的所有演职人员 已经进驻国家体育场鸟巢 让我们一起先去看一看 演职人员进入鸟巢后 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的筹备 也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 我们所有到那一场和视频的咬合 和灯光的咬合 以及演员的转场 以及环节的衔机 那只有靠在场内的10天的时间 我们必须把所有的工作全部完成 我们得做好24小时轮转奋战的准备 沈臣介绍 冬残奥会开幕式中处处体现残奸融合的理念 残疾人表演者是冬残奥会开幕式中的重要表演力量 那残疾人的整体比例呢 大概是占到了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左右 他们发挥出来的力量是非常美好的 这里边他的所有的设施设备和装备 那么都是定制化的 那么除了他自己本身具有的功能以外 我们还要加入艺术化包装 就是既有功能性 还要能够达到我们的艺术表现性 运动员是开幕式上的主角 导演组充分考虑了运动员的需求和感受 他们将会在我们的入场式当中和我们非常好的配合在一起 我们将给他们以最快速高效最无障碍的环境底下 让他们通过我们的入场式运行到他们的助威系 让他们完整的观看我们的开幕式 谢谢大家